這次中美元首會晤 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 在三藩市廢羅麗莊園會談後 拜登親自送習近平離開 當他見到習近平的作家時 腦出興奮的神情 還大讚這輛車Beautiful 我想我們的快速會繼續下去 拜登對習近平的紅旗座駕非常感興趣 Beautiful vehicle 這車好漂亮 對,我們紅旗車 國產快快快 更彎身進入車內 It's like that Cadillac we have over there 就好像我的那個 Cadillac In international meetings They fly those with me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that car? 每一次我到外面去 這車都跟著我 你知道他叫什麼嗎? They call the beast 野獸 而在習近平登車離開 拜登依然將目光停留在那輛紅旗車上 在習近平抵達三藩市前 兩輛紅旗N701已經提前兩日運到 據了解 這款紅旗N701一年只出廠五輛 習近平專用的紅旗N701 據稱採用了軍事級防彈標準 全身防護裝甲 底盤特製裝甲等一應俱全 而這輛車具體的參數發布 配置信息等等都是保密 去年七月 習近平到香港試測的時候 首次令到紅旗N701亮相